美股其實我們覺得方向建議 如果你近期才入市的話 理性止蝕 不要重複上去年港股一樣 一月份市炒到慶合合 時間點問題不是去年一月和今年一月一樣 股市炒到慶合合開始散水的時候 地位都穿了 美股很多東西就算是大值的 Microsoft300元都穿了 Netflix那些不用說了 大上大落的 你看圖表上面現在穿了 跌了一成的確不算多 但問題是如果你高位才追 那你就要投降了 你沒有條件再繼續搜下去 但是如果賣了很久的美股 上年儲了兩成三成利潤 現在勾了一半出來 你便慢慢退出一些貨 起碼不要這麼積極 你突然覺得沒事 V型反彈上去的話 當然如果突然間 我其實想到有什麼因素 可以刺激它上去 三番地坦 你覺得這個星期 聯儲局意識會議焦點 因為三月份加息的可能性已經接近100% 所以除了縮表之外 減QE的速度可能會急煞停 突然間就說不買資產款 整個QE會停下來 然後縮表的視頻就會開始清晰 所以其實你這樣以為是不同的 每次以往的意識會議上面 口水箭 是說的 我將會想想想怎麼做 但是今次意識會議上面 為什麼近期市況這麼波動 因為聯儲局實際在做事 所以其實當我們在說收息 縮表 加息 加息 和收稅 這些縮表行動 代表著什麼 市場要去槓桿 那你的股市上面 其實一樣要跟著操作 就是不要這麼積極 其實如果你是操作美股 買ETF 買指數的那些 最簡單的了 去年如果你很積極做一些三倍槓桿 就現在偷了很多出來 例如跌回三倍 但是按道理 指數未至完全打回形 那你就做一些沒有那麼高槓桿的ETF 那你會舒服很多 但是當然你的泡沫都會帶上大陸的 但是如果你是沒有做槓桿 就是買普通ETF 納資也好 標譜也好 那你就拿回多一些現金比例 那我想短線來講 美股又會比較審慎 但是我又不敢說玩樂 但是要留意個別股份上面 是的確有些玩樂味道 簡單一點 近期市場焦點 除了納資高位低一性之外 其實焦點是ARKK 跌了50多個百分比 很多人發現SARK 就是做一個去對沖它的ETF 相關的ETF 是不斷有資金流入 資金可能是用來對沖 因為它手上有很多 那些叫炒過龍 或者說很多概念 有不暴成份意味的股份上面比例比較多 雖然大家都知道它持倡比最高是Tesla 但問題就是看的 就是整個普通 這種看法 大家覺得就是有一個不暴風險在 所以短線其實美股都是的 看看你拿著什麼股份 而且如果你拿著我們說今年一些主題 例如Value Stock 這些價值股 都一樣跌 因為昨天你說星期五看到的商品價格都跌得很厲害 但是問題是那個殺傷力是回向電話不大 但是我覺得最重要就是審慎一點 就是在美股上面我覺得 不過又敢說的 始終我又不是主力說美股 我覺得短線來說我一向都審慎的 所以我覺得只能夠順著 我們唯一害怕的就是不要重複 好像說一月份的錯 當跌下來的時候 你又嘗試突然去顧底 直播率不高 我們經常都在說這一點